我 我並不是很會 用言語去表達我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已經很習慣透過 視覺去表現我要說的事情 所以你問我說創作是怎麼回事 其實你要我用說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說你去看我的作品 我們那時候叫檀蘭家磚 我就進了美工科 然後裡面有一個攝影課 另外還有一個我又參加了一個攝影的社團 其實我第一次剛剛開始參加社團的時候 我們老實說我們有一個攝影比賽 不知道為什麼就得了立名 攝影讓我覺得感覺很有自信 然後剛開始我一直覺得說只是僥倖的 後來又有一次全校的比賽 結果我又拿了第一名 我就想說哇又是第一名 我好高興喔 我就想說第一次不是僥倖的人 還第二次我就覺得更有信心 就從我在台南家磚念書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開始我要走攝影的路線 有一些前輩老師就跟我說 你可以到日本去留學 他們認為我在攝影上面有一點天分 那個時候台灣並沒有真正的攝影學校 結果我台南家磚一畢業 我就就到日本去留學 專門學攝影那個科系 創作它是從你心靈出發 然後是自然而然的 然後它也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它並不是說你坐在家裡的時候 我要看今天要做創作 這是做不出來的 那你還是要出去旅行 去看接觸很多人 很多事很多物 所以說我覺得 你如果是想要做一個藝術家 當然要持續創作 這一系列的其實我叫古典油畫 早期因為我是住在紐約的上層 靠近大都會博物館不是那麼遠 大都會博物館已經有點像是我的圖書館 譬如說我有一個靈感的時候 或者是想法 我就會到那邊去看展覽 它很多種東西 我的靈感是從一些人體的油畫過來的 是古典油畫 18、19世紀那個時代的人體 它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一般女性的人體很瘦小 它們都是比較稍微圓嫩一點的 所以我從那裡我就想到 我想找一些亞洲女性來試試看 拍攝西方古典人體的味道 然後有那種油畫的感覺 其實我還是很喜歡那種油畫 那種感覺它慢慢的細膩 然後但是因為我覺得用攝影的方式 跟油畫的結合很直接 就是說你看到它就是人體 你看到它是一幅油畫的感覺 我希望讓人家看到這個人體的攝影作品 它是一幅有油畫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系列的作品 它會有些層次 它有前景中間的景 還有後面的風景 我是刻意要這樣子安排 要讓它看起來它還是一個很唯美的人體 然後這些女性都是素人 從來沒有拍過邏輯 也沒有被拍過照 我覺得就是說事前的溝通蠻重要的 然後我就會去把這些古典油畫 我先把它影印下來 給他們看我的想法 他們又看到這些人體照片 哇 他說很漂亮很美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我是女性 他說我男朋友都沒有拍過我的裸體 他說只有你 他說好沒關係 那你要不要跟你男朋友講 他說不用 我就覺得真好 我就好高興 我說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就願意把你的身體呈現在我面前 他說這沒有什麼很美 我說是 我拍出來就會像這個油畫的感覺 所以說他們就很有自信心 然後在我的面前 然後展示 他們也沒有說很羞澀 既然你要來拍這個人體 他們答應了 他們就會很自信的表現出來 他們在擺姿勢的時候 也沒有說很刻意 我就剛好說你就躺在那邊就好 然後他們就會很看著我的鏡頭 然後就很自信 所以他們雖然是僵硬的身體 但是他表現出來是很自信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刺青它只是一個符號 因為我覺得會有一個刺青 刺青在你的身上 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 就是它對這個 這是它身上的一個記號 一個符號的感覺 其實我們要講刺青 刺青是它的一個另外一件衣服 所以他們會刺在身上 它是一種保護的味道的感覺 基本上我不太希望人家說我是女性藝術家 我介紹就是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不管男性女性 我覺得是平等的 身為女性的藝術家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特質是男性沒有的 我愛是女性的 我愛是女性的